用嘴叼着 双掌你得对我负责 其实呢 我觉得你妈妈也在看电视 你要不要跟家里人说两句 妈我爱你 大不了给你带个女婿回家 大不了给你带个女婿回家 大不了给你 哇 哇 谢谢你保住了我的脸 这是呢 我想让图老师配合一下 不知道图老师愿不愿意 没有生命危险的吗 一般的情况下肯定是没有生命危险 一般的情况下 我明儿明儿还要录节目 没事我配合一下 OK 我在这个舞台上第一次配合 其实呢图老师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 节目组有没有给你买保险 我自个儿买了 节目组没有买 好 其实呢图老师这个动作很快 眼睛一睁一闭 马上就过去 我根本就不敢看 好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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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不错吧 四号没楼啊 我觉得真的我做过这么多节目 陆老师真的很勇敢 连动都没动 这是心理素质的非常强 是吧 站着这个舞台不容易的 我希望下面呢再跳一个女孩 跳一个双结棍广场舞 来 有没有追选民之风 溜嘴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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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你们两个跳广场舞有前置 以后回去进场练 来请回 我觉得这两位女孩太棒了 真的 那你喜欢吗 非常喜欢 我也喜欢你 你刚才弄烟火的时候 我觉得又威猛又浪漫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放几十万烟火 也没有我耍得漂亮 你觉得呢 你们两个这样聊有意思 你这样让我感觉到 有点非常不安的感觉 来 李大哥 看出来了 李爸爸最开始上来表演的鸟书秀 完全是抛砖影域 儿子的表演 怎样 你在下面看的 我儿子 我感到是我的骄傲 我觉得你在刚才的那段表演当中 主要关注的不是这个 而是有一个女孩愿意跟她走 你看见了没有 看见了 你满意吗 满意 你愿意 是你自己 是不是 这个没有点像这个 相亲节目了 没事 我这人情感节目也做 你刚才 这个镜头说妈妈 我给你带个 给人施加压力了 让人一点准备没有 你不也老给儿子施加压力吗 这自愿的 问他自己愿不愿意 儿子 那就是我和儿子就不外 我和外人的 根本就是 很有个过程 那这样吧 你问一下他 尊重他自己的意愿 他愿不愿意跟您儿子走 行吗 叔叔有什么想问的吗 你看人家多主动 喜欢自己送上门的吗 叔叔看你挺漂亮 谢谢 你对于叔叔来讲 感到挺满意的 现在你这个白是符合我的要求了 白 这个富 富不到符合不符合 富 能说一下子吗 说一下你的这个工作 是一家公司 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投资公司的董事长 白富美了 白富美你都赞了 其实呢 我爸爸可能就是 不善于表达 但是白富美呢 我觉得在我的理解是 白呢 就是心灵洁白 心灵洁白 对 富呢 是富有他的 精神富有 独特的智慧 美呢 他是他心灵美 我觉得白富美是这个 你刚才说的这三点 跟他都没关系 对 这是他的想法 刚才我说 是我的想法 没事 现在问问你自己 我发现我挺 挺适合叔叔的想法的 对 所以呢 所以叔叔 你愿意带我走吗 我愿意 说真的啊 说真的啊 可愿意交往吗 可以做朋友 你所做的朋友 是以男女朋友 进行交往吗 请说明去 可以 可以以男女朋友 进行交往是吗 先从朋友做起 然后试着深入 好台下 谢谢你 好 这样 没想到啊 没想到 无心插流 柳成英 这事如果要成 你得感谢我 你刚才上台的 这个愿望 可能真的要实现了 我们忘记 问您儿子的意见 你什么意见 没有关系 如果我们 如果你觉得 我不适合 我会把我身边 优秀的女孩 单身的女孩 介绍给你 约你父亲的一个梦 也希望能够 让你有一段 好的恋情 其实你挺适合的 是真的吗 真的 我觉得她挺好 另外呢 就是挺信任我的 就像雕火柴 一般女孩 真的做不到 真的 小李 你愿不愿意 像李嘉里所说的一样 也愿意和她 以男女朋友的方式 进行交往 我当然愿意 好 今天成了好事一桩 因为这个事太突然了 我真怕 这个电视期间的观众朋友们 觉得我们的义气用事 因为爱情是一件慎重的事 爱情来了 是挡都挡不住的 你说这是真的吗 也许是一秒钟的事 我相信的 我觉得他们应该 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所以两个人从事的职业 也都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 可能不太看好 也许是爱情来了 就那一秒钟 不过相爱容易相处难 接下来要去认真的相处 才有可能开花结果 再郑重地问你一次 你真的对李嘉里满意吗 愿意跟她 就是进一步的交往 欢迎你追求 欢迎你能够再次上 完美告白的舞台 向我告白 那行 那接下来就用你最真诚的方式 对李嘉里告白 说我们愿意 以男女朋友的方式交往 是吧 我们能够在录节目的时候 促成一段姻缘 这不挺好的吗 对不对 但关键是一定要拿出你的赤诚 那爸爸我们就在旁边看着 来李嘉里上台 来吧 接下来是小李的告白时间 其实我觉得就是在舞台这么很短暂的聊天 我觉得对你很有好感 我觉得你也很优秀 各方面的 你也很漂亮 我也觉得你的那种精神非常的可贵 做一件事情非常的专注 你喜欢我什么 我喜欢你的那种对理想对梦想追求的那份执着 我也希望说的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圆了我父亲的梦 另外呢不是为了圆他们梦而圆梦 其实我也是真心的觉得想找一个女朋友 因为我现在觉得找女朋友比摸彩票还难 就是怎么说呢 找女朋友其实好找 但是找一个真正喜欢的能结婚的能在一起同甘共苦的 我觉得这样的真的不是很好找 这个男女感情啊可能是需要缘分还需要互相的欣赏 我们可以做很好的朋友可以做知己 然后在了解的过程中你会清楚我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那种女孩 好 我也是这么觉得 这么的意思是你们确实是彼此心有所属什么 明确你的意思 我对他有好感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 好吧这是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发生的所谓的邂逅爱情 小李你也确认是吗 对我确认 那就用掌声恭喜他们吧 恭喜他们以非常慎重而认真的方式 以普通朋友开始 对我来说